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一顾盼 坠落心间盛燕 一盏风 陰落舟涅槃 成天上 满远方的人 回见心 将土上那从前的人 不予出息 面对意外出现的净联妖火残土 小妍努力压制着翻涌的内心 她也不知道自己最终能否炼化着妖火 而此刻她唯一知道的就是 不惜一切代价得到残土 面对狡猾的竞拍对手 萧炎为避免打草惊蛇 只能退出争夺 另寻契机 拍卖会最神秘的压轴宝物终于登场 这又将机器怎样的波澜 这又将机器怎样的波澜 主委 即将登场的便是此次拍卖的压轴包袱 看着预和散发的阵阵寒气 老师 难道是丹药 恰指能超越地界斗鸡 至少是七品吧 极有可能 七品丹药的炼制极其困难 成功之际便会引发天地异象 犹如末日来临 斗鸡大陆中能炼制成功的炼药师 如凤毛麟角般稀少 而这些人如今无不是一代宗师之辈 陰阳玄龙丹 老师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先看看吧 有些事 容我日后再告诉你 对 也别是此次里压走包袱 七品丹药 鸣羊 玄龙丹 死掉七品丹药 还是头一回听说 是啊 估计旗牌价格不低啊 看来我们是没希望哦 是啊 要连此此丹 需要两头死网时间 不超过七天的龙雷魔术摩黑 并且 嘿嘿 摩黑登记至少是 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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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杰玄龙丹的奇效 并非是直接诗人替身实力 而是 鲁侯尔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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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 封尊者封贤之名 各位应该听过了 封尊者 那可是斗尊强者 怎么会没听过他的大名 可这丹药和封尊者有什么关系啊 当年上司无心斗中的封尊者 与淑地交战 虽或神 却身负重伤 生命垂危 即使太郎活下去 那也将会实力锐剑 可死死了 哼哼 相比你们也猜到了 没得错 封尊者封贤大人之前 敲心得到一枚 营养玄龙丹 并且服侠 直到他总上那一刻 吃神丹法徽尽销 使得起 破侯尔礼 仅仅用了 其言 可怕的破侯尔礼 成为斗尊强者 告诉父亲 东西出现了 是 少宗主 别废话了 报价吧 纯粹的金钱 已经不足以衡量 这营养玄龙丹的夹子 所以 这么担有的夹个是 无条件为其主人 完成两件事 那神呆主人让我们亲近所有 去对付难以战胜的强者或势力 我们也得照做不成 除非放心 这两件事 必定是在警派的能力范围之类 不过 拉出这座神呆之人 想比神本势力不轨弱 而他所要办的死 多半也不会太简单 走吧 这场拍卖会已经没什么好看的了 与你现在的势力 还不足以争夺这阴阳玄龙丹 大人请进 胡管事在里面等您 在下是这里的主事胡管事 不知先生如何称呼 药严 药严先生 扣除地心火之八方明火鼎的费用 以及百分之十的手续费 您拍卖三枚清灵丹的所得 还余下九十三万 请您查验 这手续费可真不便宜啊 那有了护管事 在下就不打扰了 告辞 药严先生 请等一等 我家门主对先生颇感兴趣 若先生有时间 能否与门主大人见上一面 感谢贵门主的上师 在下还有一些事 不便久留 看出他的身份了吗 门主 这人隐藏太深 暂时还看不出来 按理来说 能一次性拿出三枚清灵丹 说明 他极有可能是一名高级脸药师 看人跟着 搞清楚他的底细 若是我们八扇门 能招揽这么一名高级脸药师 就不用忌惮 那药黄了 是 赶紧去办吧 我还得亲自去给天蛇府的人 办阴阳玄龙丹的交接手续 那东西太贵重了 我们八扇门 本着信誉第一的原则 定要向拍卖之物 安全交给买家 马上门的人在跟踪你 实在是太小看我了 好 往里边请 好嘞好嘞 来 你来看看 你们这还 这 我们这也是受到海货 好的 你们就能连着 好 好 行 我这边找到 看不出了 人呢 小爷的真身 你怕是没见过 小子 为师已经锁定了范灵的气息 先追着他 然后伺机而动 那张残土必须弄到手 明白老师 此次回城势必凶险 所有人务必提高警惕 是 小心 术神灭牌封 清长老果然好身手 不过 我倒想看看你能挡住我多少血宗弟子 血宗是想与我天舍府为敌 为敌算不上 就是想向清长老讨那枚阴阳玄龙丹而已 那老娘倒是要见识见识 你们有何能耐 哼 你这可是自找的 大家小心 放入清长老 秦长老 考虑清楚了没有 是你主动交出丹药 还是等你死后我亲自取啊 就凭你的血缩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 别做梦了 小子 小心些 我感到前锋有不少强横气息 我会见记性诗的 这个气息 难道是 嗯 啊 啊 嗯 啊 啊 嗯 血宗想要螳螂捕蝉 就凭你可不够格 好大的口征 好 难道是 本老暗中偷袭 你算什么本事 交出阴阳玄龙丹 留你一句全尸 多黄 放心 有我的气息隔绝 他不会发现你 我早就好奇青长老的长相 父亲能否将他留给孩儿来处理 你们敢过来 我就当场把这阴阳玄龙丹 变成粉末 我天舍府得不到 你们也休想得到 那本宗就废你的道计 让你身不如死 丁儿 带着他先走 是 父亲 你们护送少宗主回木之城 不得有误 是 我们走 烦恼贼 老娘今天跟你拼了 一软机时 看来只能先跟着他 等待合适的时机吧 我们帮不了他 在黑角域只能依靠自己 一软机时 少宗主 前方有黑枯木的行踪 黑枯木 难道是来拦截我们的 看他们的模样 不像是埋伏 倒像是在寻找偏僻小道 返回黑枯木 抄小道 倒符合他们鬼鬼祟祟的作法 他们有多少人 一共六人 其中有两名斗灵强者 一名大斗师 其余皆为斗师级别 本来倒也没打算 打他们的主意 偏偏自己要走 这般山间小路 那也就怪不得 本少爷心黑了 加快速度 追上黑枯木的人 少宗主 宗主交代过 我们的当务之急 是送阴阳玄龙丹回宗门 若是再横生之者 怕什么 出了娄子 本少爷顶着 血宗弟子听令 速战速决 不留活口 这个范灵 还真是谈得无言 不过 这倒是我们的好机会 趁他们预榜相争 我们成功的几率 自然会增大 老师说的是 守宗主不小心 狗马快走 狗马 狗马 公 该死的 你让他跑了 你杀了我 你们就等着黑空 我不死不休的报复吧 哎呦 我好怕呀 不过杀了你之后 谁会知道是我们干人 好了 好了 不陪你玩了 三千雷洞 终于落到我手中了 等我席会之后 就算窦王强扯 又能奈我何 看了这么久 现在轮到你了 原来你早就发现我了 想提前知道 后期剧情 领取福利地址 走走走 快当作官方 一起为校园 走走加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似飞 一火锥刻曾 狂徨 疲惫 一抹天 严肃相随 彼时身影 光尽退 无论 心中 只不 迷雾 而归 我踏破云烟 往前走 不予是是非非的阴谋 争取而非 是战斗 这不配合 那个 不参少年 一路就不回头 冲破心的 尽头是 后来是谁 要是手 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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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顾那小路 那胜头 难愁 不发愁 任天穷 祈求 最后 不回到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